走開, 走開 你別拍 談不成還起飛腳 為什麼吵得這麼激烈? 原來因為一個電錶箱的位置 和我們布料的張山張太 是大埔一條村的原居民 十幾年前家族分地 他們夫婦當然會善用地 用來建建屋 經過十二年, 房子就建好了 但是電錶箱的位置 引起張山張太和鄰居爭執 因為裝電錶箱的位置 被鄰居僭建, 霸佔了 我們在競工前發現鄰居的小花園 小花園的位置佔用了工程的位置 因為我們知道它的位置是僭建物 圍欄、牆身有僭建物 包括地磚都是僭建的 競工前, 我們已經跟鄰居商量過 我們可能會用到你門口的 黑色磚位置, 包括你的圍欄 首先圍牆那裡, 我們要先清拆 當然我們會幫你做 我會幫你做的 有合約嗎?還是怎樣? 沒有, 因為不需要 因為是一家人 是嗎? 是, 是自己的哥哥 我先生的親哥哥 對, 大家吃飯, 當然是口頭性格 原來是一家人嗎? 還要是親兄弟 為何要弄得暴冬章呢? 你不是叫政府拆 那些物業是你的 你現在就寫上去 那些物業是你的 那些物業是你的 不要緊, 是不是? 地是政府? 政府地, 你不是… 你叫政府拆, 出籤拆 你叫我拆, 你叫我拆 我留他兩年後, 我才拆 我跟你說, 現在那裡我不會動 一盆螺絲我也不會動 你要找人拆, 你就叫政府出籤拆令 就是這麼簡單 聽到了 那裡是我的家 政府地位置拆, 出訓吧 張先生、張太太 唯有即時向地政處求助 當時負責的主任提議他們 向電力公司重申請過 另一個標箱位 這樣會比他們更快派人處理 地帶埋好好的電線 本身是A的地方 變成要在A的地方 怎樣拉到B的地方 沒理由 我重申爭拆掉它來過, 是不是? 唯有在外場做一些引線 在外場引回B的地方 造成不僅是外觀的問題 而且我要擔心日後的維修問題 就是一輩子遇淡 那些紋的膠會否很容易溶化或爆炸 我都會擔心 原來兩兄弟的職員 由分到快地的時候開始 2010年入籍申請 至於2014年的圖片才叫圓石 2014年已經有圖片 是否可以建屋 正常是 因為要做岩土報告 旁邊我建屋 然後把泥頭掘下後 推到我的地上 一直以來就變成斜坡 地政署也說要做岩土報告 是因為這個地方 你的地上是一個小型斜坡 當時我們不知道 原來它的斜坡帶出我們很多問題 付了差不多10萬 用了近三年時間做岩土報告 但交了報告之後 地政署遲遲未批出開工紙 一問之下, 先知原來鄰居投訴 說兩間屋建得太近 在2018年, 他們再次改圖 到2020年尾 地政署終於批出開工紙 可以動工建屋 但是除了本來L型的屋 改到三尖八角 建了出來, 連屋的位置也有點危險 她的投訴說我家屋排貼 要叫我向前移 移到前面已經是一條馬路 一走出門口就是一條路 後面又少了位 本來我這間屋來到這裡的畫 用回原先的位置的話 我這個位置也會比較寬 我門口也會開到這裡比較寬 不需要一開就快掉到河裡 現在比較冒險, 你要這樣跨過來 又或者…在這裡繞一個圈 圍在後面這樣走 不可以直接進來? 對…沒有, 沒有路逛 除了電錶箱要搬位 遲遲未批入伙子 因為沒有威氣, 清水渠 其實批了哪裡做這個清水渠 就批了這個位置… 就是它佔用了那個位置 它原先是有黑色磚鋪面頭的 它現在就弄了黑色磚 但是它的泥頭還沒有清理 我們不知道裡面有沒有水管 所以我現在也不敢動 地政署要求它在9月27日… 就要清拆地磚多了出來的位置 還有閃房和上高的玻璃屋 對…臨時我們做了這條清水渠 因為今年雨水非常多 我先做了這一部分 因為這樣下去, 水不斷推下來 我的牆身, 入伙子還沒拿 已經弄得像舊屋一樣 現在的清水渠只是臨時 無論如何移回地政署 批給他們的位置 才可以拿到入伙子 清拆了一點, 就當作交代給我們 然後你再想清拆 我又要重新再開一個檔案 再去清拆它另一個問題 逐步逐步來 但是我的投訴是一次過的 告票又沒有貼到 最後清拆, 清拆不完 我又繼續停在這裡 我覺得這件事很無稽 所以我浪費了很多時間 對, 時間不僅是隔壁屋 地政署也有這個責任 預期等政府部門 最快和最有效率的方法 當然是直接跟哥哥談 張莊, 你好 你弟弟向我們報料 說你令他拿不到入伙子 請問這件事, 你有沒有回應 我為何要回應你, 這件事 小姐, 如果你打算幫人 我麻煩你先明白整件事 不要一來就好像在判斷我 不, 如果這樣介意跟我們解釋一下 那到底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我是無需要向任何人解釋任何事 由入址申請到現在 差不多十二年了 這房子建好接近兩年 都還不可以入伙 不過, 跟住在旁邊的哥哥 又談不上數, 還可以怎樣做呢 檢視地界當中 如果看到其他東西的話 譬如有另一間屋 或者其他物品 扣植物也好 拆住這幅地的話 就要著手 要另外一個人搬走一些東西 或者甚至乎上法庭 去趕走一些 侵入了你自己的地上的東西 整件事, 你覺得你們的損失有多大? 哇, 用時間損失去計算 因為我損失去計算 我現在這一刻 我反而是想政府盡快去處理 它正視這個問題 當然是它要拆的東西就拆 連這些泥都要掘走 眼看見, 下面真的沒有東西 就沒有東西了 真的沒有東西, 我才叫工人去做